我人生中就遇到两个双鱼座 然后但是就因为 其实很小的时候 就认识到一个 然后那个是交往了一年半的男朋友 认识了他之后呢 我就再也就是对双鱼座 就拒绝往来户 但是就是后来就是又遇到一个 就是我觉得 可能可以再给双鱼座一个机会 就后来还是就是 栽到双鱼座的手上 所以现在双鱼座就是 莫菲定律 我也是怎么喜欢 不接受吗 怎么喜欢都不接受 不会就听到说 他双鱼座就不可能喜欢他 跟他话都不讲 就离开这样子 对 因为这太可怕 第一个座座是我 大概其实二十几岁 二十出头的时候 然后就遇到一个 我们是远距离的恋爱这样子 他在加拿大念书 然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很好 因为我们远距离 所以会有那种 爱得泡泡的感觉 因为我们是每天 他一直为了要安心 他是会录很多小短片 然后传给我 然后让我知道说 他现在在干杯 比如说我们在吃饭啊 宝贝我在吃饭 然后我现在在学校 我现在在哪里 我跟朋友一起出来 他都会录很多的短片 然后我们就互相用短片这样交流 每一天大概有 五到十支的小短片 然后他也会 因为他可能在加拿大 他可能没办法常常来陪我 他还会寄一种就是 惊喜箱 那箱子里面就摆着 比如说他知道 我最近生病了 感冒了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那种 可能维他米C啊 什么类似那种热影之类的 都放进去 然后可能想要陪伴 我的小熊啊 蜡烛啊 然后各种 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东西 他都放在那个里面 而且他也会做就是 我们也曾经就是 比如说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刚好也在打电话给我 就我们两个会彼此的插播 心灵相通对不对 就是那种灵魂伴侣的感觉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 就是我遇到了 我遇到了一个就是 人生中这么契合的人 不要偷笑 对 真的 对 他 他怎么的 他说你在插人家可微的故事 我没有 因为恋爱的一开始都是这样 觉得我们好合好配 对 那时候就真的觉得 这样对 很好 那结婚一切都不合 一切都非常好 非常好 你很烦 你为什么一直插嘴 我没有 我没有插嘴 是他们两个好不好 是你先插的 人家在讲好好的 你在那边 murmur 对啊 你对我的故事有什么意思 因为他远离 怎么泡过太久 我刚刚一定是 我讲到他的那种 那种已经有类似的 招数 对 他的招数 反正他一开始让我觉得很好 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有一次 我终于有一个假期 然后我就飞去加拿大找他 他惊喜 惊喜啊 我没有跟他惊喜 是我跟他讲 但他看到我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都好像很好很好很好 然后后来就是其实 因为我们 我去了大概有20天左右 然后其实有过 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回他妈妈家住 然后回他妈妈家住的时候 我们是分房睡 那其实在一开始前面的时候 我只是会觉得说 这个男的怎么 讲电话时间这么久 他就常常会去接电话 常常会讲电话 而且有时候都是躲到那种 很隐秘的地方去讲电话 晚上的时候就是 他通常会乖乖地睡觉 然后隔天早上 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会起来进屋房间来叫我 然后他叫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他叫我的时候他会摸我 然后他摸我的时候 他手都是超级冰的 可是因为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冬天嘛 所以其实室内是有供暖的 暖气 是非常温暖的 他不可能的时候会冰成这样 后来一直到 我要回来的前四五天吧 在网路上就是有一个女生 透过我的一个什么部落格什么的 就联系我 他就跟我说 我是他的前女友 然后他说 你知道我们两个又复合了吗 而且呢 在你在加拿大这段时间 他不止一次 趁你睡着来找我 什么 太过分了吧 请替家务 对啊 你怎么可以叫 对啊 冬天这样子 然后所以 所以为什么 他就是开车趁我睡觉 说他开车去 然后呢 在早上快到天亮的时候 他又开车回来 那他体力真的很好 没有 时间过来加湿 好喜欢开车 我觉得算了 因为这个男生就是惯性的劈腿 而且他惯性劈腿是 有一次是我们在餐厅 然后我们在餐厅的时候 其实我是 发现他在跟一个女生传点讯 因为我其实是上完厕所 往他后面走 要走回位置上 然后走回来的时候 我看他的简讯上面 就是写说 女生说 宝贝 我好想你 今晚你来陪我吗 之类的这种东西 为什么笑到开轻 然后 羡慕 不然我要哭吗 我坐在这里 好 好 你当然要 帮我感觉 你真的难过啊 你会不会聊天 不是 导播take我 我这当然要笑啊 然后 然后呢 所以我坐唐老师那边去 因为我耳末也是有点薄 然后我看到之后 我就说我看见了 然后我们在餐厅 他就跟我说 没有 你误会了 就是真的不是你想象那样 可是就 就是 简讯就是那样的 他怎么可能误会 他跟我说 他是在跟我闹着玩的 然后后来 他还理直气壮说 不然 打电话给那女的当面对职 他竟然敢做到这样 这种人是打电话之后 那女的没有配合他 就是直接告诉我说 对 他们就在一起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就是太多次了 然后我就离开这个人了 可是我离开之后 他一直不停地回来求和 但我就觉得这个太渣了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我觉得终合都很恐怖 对 然后后来 因为这是第一次嘛 然后之后我就再也就是 拒绝往来双鱼座 但过了大概 就是可能也十年过后 我就觉得双鱼座 好像还是有一些好男人吧 可能 而且双鱼座都很浪漫 他们都是很会 很会招式 然后甜言蜜语 然后就很容易被他们攻险 跟星座无关 真的吗 然后后来我就又遇到一个双鱼座 然后那个双鱼座 是我们还没有成为 就是还没有正式交往 就其实只是就是在相处而已 那在相处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觉得他 他也是就是让我觉得 他好像 我是他眼中最特别的 然后不能没有我 或者是就觉得太棒了 遇见我太好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又被捧在那种 就是这种那种光环里面 然后我就其实也看不到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 可是他一直很奇怪 是因为他会消失 消失过两三个月 他又再出现 然后你只要再问他问题 他就会又消失了 然后就这样大概维持了 一年吧 我后来就 你很厉害 我就直接把他 也是黑名 这故事让我很想交往 双鱼座 双鱼座 身体都很好啊 是什么 很忙的 对 然后而且你想要他消失的时候 问他一下 他就消失了 对 对 很好 对 对 很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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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